两江总督马新仪于光天化日众目睽睽赤下遇刺身亡 一时间取国侧目朝野震荡 刺客到底是什么身份带着什么样的目的 他为什么能轻易地接近护卫森严的封疆大吏并一击而中 慈禧太后连发四道圣旨 要求务必得到真相年成凶手 可为何实案人员历时数月也未能让真相大白 李天下 青年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赐马案第一集 两江总督遇刺 这是位列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案件 两江总督马新仪于光天化日被张问祥刺杀身亡 慈禧太后数次下旨彻查 三批审案官员轮番上阵却始终真相难求 民间传闻四起 曾国藩的乡军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那么张问祥行刺是否受乡军指使 案件深处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青年学者张成为您揭秘历史内幕 还原一个真实的赐马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被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赐马案 案子发生在同志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也就是公元1870年的八月二十二日 发生地点是江苏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后院的旁门门口 当天南京城里举行了总督乐社活动 也就是军队的操练 两江总督塞领相关官员到现场检阅 允许老百姓参观 因此每次总督乐社都是南京城里一次 不大不小的节日 道路两旁是挤满了人 当时的两江总督叫做马兴怡 他在教堂检阅了第一场的操演以后 先回总督衙门 上午十点钟左右 马兴怡在少数护卫的陪伴下 从教堂走到总督衙门后院的旁门口 许多老百姓已在道路两旁围观 就在马兴怡要迈进大门的时候 陆藏的人群当中突然冲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拦架告状的老百姓 清朝法律是允许老百姓当面告状 越级告状的 马兴怡有义务接待 而且众目睽睽之下 马兴怡和护卫们也不好不接待 更不能把告状的人赶走 所以马兴怡就走上前去 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跪在地上的男子突然拔出一把白黄黄的长地手 笑了起来 出向马兴怡 韩光一闪 地手直接扎进了马兴怡的右胸 马兴怡是大叫一声 重重地倒在地上 双手抱着胸部 痛苦地缩成一团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以内 护卫们站在一旁都惊呆了 谁也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奇怪的是 那个刺客没有逃跑 而是站在原地 仰天大笑 他一边笑 一边用浓动的北方口音高喊 刺客就是我张文祥 也有当事人说 这个张文祥当时还喊了 养兵千日 用军一招等等话 总之 他是没有逃跑 没有反抗 就等着马兴怡的护卫们反应过来 一拥而上 把他绑得严严实实 大家再看马兴怡 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卫兵们赶紧卸下门板 把他抬进了总督衙门的上坊 总督衙门里是乱成一团 有人去请医生 有人去通知其他官员 不一话 江宁将军奎豫 江宁部阵使 梅启赵 以及各道各局和府县官员 文讯后 飞奔前来探视 官员们看到马兴怡 右胸伤口 深达数寸 血迹模糊 马兴怡已经是呼吸困难 生命垂危了 拖到第二天 8月23日的下午 两江总督马兴怡 殷伤抢救无效 死在了总督衙门 两江总督 眉震一方的封江大理 竟然于光天化日 众目睽睽之下 遇刺身亡 清朝开国以来 前所未有 一桩惊天大案 就这么发生了 那么这个自称 张闷祥的刺客 一刀夺其性命 行刺完后 自报性命 也没有选择逃跑 显然他是经过训练 有备而来 并且没有考虑给自己留后路 那么这个张闷祥 是什么来头 他与两江总督马兴怡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 真仇大恨 旁旁两江总督 竟然在总督府 被此身亡 这对风雨飘摇的 大清朝廷来说 不仅是种打击 也是种狂猛刺 那么远在北京的 最高当权者 对此又将做出 怎样的反应呢 赤马案的案发过程 就够离奇的了 案子的审理过程 更加离奇 如此重大的案子 流传下来的档案资料 是少之又少 确凿无疑的信使 只有与案子相关的 干巴巴的圣旨 奏折和相关人员的 履历资料 我们只能根据这些 有限的史料 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 以及各种笔记 小说 民间传闻 去探寻一个 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答案 马兴仪死后 南京的官员们 推举江明将军 陪遇上奏 报告皇帝 马兴仪遇刺身亡 刺客是 河南鲁南人 名叫江文祥 奏折连夜夹急 发往北京城 同时 奏折立刻组织了 审讯队伍 连夜投入到 案子的审理当中去 审讯队伍 由江明布镇使 梅启道 江明知府等人组成 还偷掉了 各道 各府 各县 以及很多的 候补官员 规模是相当庞大 当时在位的 同治皇帝 和掌权的慈禧太后 是在8月28日 看到奎裕的奏折 皇上 太后 和大臣们的第一反应 是震惊 第二反应 是十分震惊 第三反应 是惊呼 赤马案是 数百年未有之事 29日 同治皇帝 连发了四道圣旨 指示 处理赤马案 第一道圣旨说 总督 雅蜀动地 尽有凶犯 胆敢持刀行刺 实属情同叛逆 急需言行 训究 皇帝命令 魁豫负责 率领地方官员 抓紧审讯 务必得到 争相 严厉承办 凶手 第二道圣旨说 两江总督出缺 直立总督 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没有到任之前 由魁豫代理 第三道圣旨是 秘旨 秘密发给了 安徽巡抚 英汉 命令英汉 加强长江防务 加强地方治安 当时啊 清朝刚刚镇压了 太平天国运动 长江中下游 各个省份 局势没有完全稳定 马兴仪这么一死 曹廷啊 就担心局势恶化 造反死灰复燃 第四道圣旨是指示 魁豫审案的重点 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 张文祥 行刺的原因 第二个是 行刺的幕后主使 这也是当时 所有人关心的 两大问题 从朝廷和地方 在最初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出 没有人认为 马兴仪遇刺 只是一个 简单的刑事案件 都认为 张文祥的幕后 有指使者 马兴仪遇 不是一般的地方都府 而是掌握江南地区 军政大权的 两江总督 两江从太平天国 手中夺回来 刚刚四年时间 地方上 小谷造反者 还没有肃清 局势错综复杂 偏偏在这个时候 两江总督 马兴仪遇 遇此身亡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刑事背后 是否安藏着政治动机 从张文祥的身手 以及他对刑事的谋划来看 刺客张文祥 也不像是一个 普通老百姓 他究竟为什么要刑事 谁又会是他的幕后指使 只要张文祥招供 一切都会真相打来 那么南京阵容庞大的 审讯官员 能让张文祥 开口吗 青年学者张成 正在为您讲述 刺马案第一集 两江总督御赐 其实 早在这第四道圣旨 到达南京之前 魁豫就在27号 又上了一道夹急奏折 说 经过最初几天的审讯 张文祥对刺杀马兴仪遇事 是直言无讳 但是他对刑事的原因 模糊其词 审讯没有进展 案情重大 南京方面的审讯 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慈禧太后和同志皇帝是 隔三差五的发圣旨 重生此案情节重大 认为光天化日之下 总督在衙门口被人刺杀 绝对不是刺客的个人行为 他们要求 务必把幕后缘由查清楚 还不断的斥责 魁豫的南京官员 骂他们是不用心 不用力 骂他们的态度有问题 想把赤马案大事化小 敷衍了事 吹也吹了 骂也骂了 南京方面的审讯 就是没有进展 一直到案发一个月以后的 9月24日 魁豫上奏说 刺客张文祥是肉网的 太平军军官 曾经在太平天国 侍王李世贤的部下 领兵打仗 同时 把张文祥在河南老家的 11岁儿子张长福和两个 已经嫁人的女儿 都抓到了南京来 当着张文祥的面 严刑考党 可是啊 这个张文祥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子女 被打得血肉横飞 就是不为所动 他反反复复的说 马兴仪是我杀的 我知道是必死无疑 只求一死 官员们问 你为什么要行刺马兴仪 张文祥是含糊其词 就是不说 一个多月 才有这么一丁点的进展 朝廷对魁宇非常不满 慈禧太后不仅怀疑魁宇等人能力有问题 还怀疑魁宇等南京本地官员 是不是和赤马岸的幕后阴谋有关系 所以在九月五日 同志皇帝就发布圣旨 命令距离南京最近的总督 曹运总督张之万 赶赴南京 会同魁宇一起审讯张文祥 务必把情况弄清楚 甚至要求张之万和魁宇两个人不得稍有含混 话说的是很重的 态度是很严厉的 奇怪的是张之万接到圣旨后迟迟不动声 魁宇就借口等待钦差张大人放松了审讯 这一下慈禧太后愤怒了 在十八日右下狱子 把张之万和魁宇两个人都痛骂了一顿 要求张之万迅速复审 不得稍有延迟 要求魁宇等人不得以等候张之万为辞 抓紧审讯 此案案情重大 张之万魁宇两个人 钻不得纯话大为小之心 稀途草率了事 讲到这里 我们总结一下刺马案发生一个月后的情况 魁宇等人组织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审讯班子 摆出高度重视的样子 但除了搞清楚刺客张文祥的基本情况之外 没有进展 刺客当场被擒 照理来说 将刺马案查个水落石出并非难事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尽管慈禧三令五申要求彻查 办案人员却似乎有意在和朝廷打太极 案件一直深入不下去 慈禧震怒了 那么案件审理为何迟迟没有进展 不得一审的代理总督魁宇是否向外界隐瞒了什么 曹运总督张之万被委认为钦差大臣后 有为什么拖延时间迟迟不到南京审案 青年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刺马案第一集 两江总督御资 如此重大的案子 官方没有权威发布 民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 很多人同情张文祥 张文祥完全符合人们心目中 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侠客形象 有胆量有担当 还有人说对张文祥的审讯 并不是没有进展 相反张文祥交代了很多自己和马兴怡的恩恩怨怨 还有马兴怡的历史 但是审案的官员们听了以后 大惊失色 谁都不愿意记录 更不敢上奏 作为一起凶杀案 我们只有查清楚凶手和遇害者双方的情况 我们才能对案子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所以我们有必要一起来看看马兴怡的过去 马兴怡道光元年 1821年出生在山东省曹州府合泽县 他的祖先是从西北迁徙来的回民 马兴怡本人也是回民 但走的却是普通汉族人 读书考试当官的人生道路 道光27年 27岁的马兴怡近世极地 名次是第三甲第六名 清朝的近世出路有四条 最好的是第一甲的前三名 状元榜眼探花 直接担任汉林 起点高升千块出路是最好的 其次是从新科禁止当中挑选的优秀分子 作为数级士进一步培养 数级士不是官职 而是一种继续深造预备进入汉林院的资格 第三等的出路是分配到中央各部各院各寺各间衙门当金官 第四等也是最差的一条出路是分配到外省的周县去当地方官 周县官工作压力大升迁的竞争激烈又苦又累没有前途 清朝中期以后 只有金官外放地方几乎没有地方中低级官员调动到中央的 所以大多数的新科禁止如果被分配到地方周县 一辈子就在地方上辗转游荡 当知县知州能升迁到知府到才退休就算不错了 从知县起步想要分喉拜相 基本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没有背景名次靠后的新科禁止 走的就是第四条道路 马兴怡就被分配到了安徽担任知县 嘉庆道光年间 清朝的官场已经是人满为患 当官的人多职位少 大批官员处于后补状态 马兴怡来到安徽后也被列为后补 开始做人板凳 在后补了两年后 马兴怡在道光二十九年 也就是一八四九年 得到了处理太和县之县的机会 道光三十年 马兴怡处理宿松县之县 咸丰元年破格组织博州的工作 咸丰二年 也就是一八五二年 马兴怡在考栋进士五年后 得到了第一个正式职务 安徽建平县之县 正七平关 这回不是代理也不是组织工作 而是实寿 但是很快马兴怡又被从建平县调走 去代理合肥县之县 当时安徽的省会还不是合肥 而是安庆 按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 马兴怡这一辈子也就在周县职位上调来调去 几十年后能当个知府倒台就算不错了 但是机会来了 前锋三年 也就是一八五三年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安徽 太平军占领了包括省城安庆在内的安徽南部地区 向北部进攻 安徽省局势混乱 治安恶化 当时有一些官员觉得性命比前途更重要 放弃官职逃跑了 更多的官员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调到其他地方或者暂时离职 马兴怡没有这么做 他迎难而上 以文官的身份投身军营 把打仗当做了自己升迁的阶梯 马兴怡先是投入钦差大臣袁甲三的麾下 在安徽北部地区秦军打仗 咸分五年 马兴怡率领民团夺回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卢州 清朝奖励军功 立刻任命马兴怡为卢州知府 知府是从四品官 知县一般要经过知州 通判同志等任职顺序才能升迁为知府 马兴怡从郑七品的知县 直接升为从四品的知府 可算是破格提拔 可是话说回来 卢州是马兴怡自己夺回来的 又在两军激烈交战的前线 委任前线领兵的马兴怡为知府 也是理所应当的 又过了两年 咸分七年太平军与免军合作 进攻完北 马兴怡与他们交战 在苏城取得了一次胜利 再次破格升迁为道台 道台是郑四品官 知府可以直接升迁为道台 但清朝规定 官员是三年准调 五年准升 马兴怡担任知府 只有两年就升为道台 算是再一次破格 但是这一回啊 安徽省没有空缺的道台职位 所以朝廷给马兴怡 记名 也就是先登记上 等有了空缺就任命他 马兴怡有了道台的任职资格 还是担任卢州知府的职务 又过了一年 咸分八年 马兴怡直接跳过道台 代理了安徽安插市 安插市是郑三品官 如果空缺了 可以暂时由道台代理 但马兴怡获得道台资格 仅仅一年就代理了安插市 这一方面啊 反映出当时安徽省 实在是缺乏高级官员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各方面对马兴怡的认可 这是马兴怡第三次破格提拔 他终于基身于省级官员的行列 官场升迁通常是越往上越难 马兴怡却恰恰相反 他一路顺风顺水 越往上升迁的越快 时间间隔也越短 可就在马兴怡春风得意的先锋八年 他遇到了仕途上最大的一次挫折 或者说是他人生中的最大一个污点 让他不但丢了官职 还险些丧命 那是什么事呢 当年太平军建功卢州 马兴怡率领民团出城迎击 太平军的一部分啊 在城外与马兴怡的部队纠缠 另外一部分从另一条小道偷袭卢州城 结果是 马兴怡率领的民团在城外被太平军消灭 卢州城也被太平军占领了 马兴怡是全军覆没输的精光 好几天以后 马兴怡才狼狈的找到清军其他部队 当时是单枪匹马 孤家寡人 不仅连辖区失守了 就连自己的官印都找不着了 战败 丢城 失印 这三件事情随便拿出一件来 都是要革职的 三罪并罚 罪上加罪可以想象 处分会特别的重 如果认真查办起来 马兴怡的官运是到头了 能不能保住脑袋也很难说 马兴怡的很多同僚和朝廷的一部分官员 都替他鸣不平 觉得他这个人可惜了 你想想 马兴怡多年来坚持战斗在第一线 取得了不少战斗的胜利 今天他的确是全军覆没 但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能因为这一次战斗的失败 就否认马兴怡之前的胜利 否认马兴怡的胆识和才能 更何况 胜败乃兵家常事 谁都不是常胜将军 上司和同僚们都同情马兴怡 奔走呼吁决定帮他一把 那么 马兴怡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 他能不能摆脱 卢州战败的影响 东山再起呢 卢州战败这件事 又对马兴怡的人生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和他最后的遇刺身亡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请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再见 尽管慈禧一再督促 速查赤马案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案件一直深入不下去 慈禧大为恼怒 那么慈禧为何对赤马案 如此敏感有关注 是因为总督律次有伤国体 还是说马兴怡身上 可以写着物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的节目里将为你讲出 四马第二集 他是死死的人